真情六十六 在找个对象上提高生活 我这找你生活大动的降低的 经过我这一年的了解你 本来想和你结婚来 继续重演起来 现在你这个情况 我得好好地深重 好好地考虑考虑了 现在我犹豫了 通过这一段时间 我和你在一起的接触啊 我内心感到非常非常的累 你的唠叨 你的对我的强力的约束 我很矛盾 好好好 时间到了啊 这个不要让自己生活的那么累 未来的生活很美好 按自己的想法 好好活着不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你这个年龄判断 觉得活得不够通透 可是有意思的是 类似于像这位女士 这样想法的女性还特别多 很多年轻女性 同样是有这么一个思维 她们的思维里面充实着一点 不好没关系 我可以帮你改吧 千万不要相信 爱情可以跨越一切 跨越一切的爱情 是彼此相爱 而不是一个人的 单方面的付出 那同时也不叫爱 来看看 这一对都谈累着的朋友 他们作何选择 请开门 哎 真是一声叹息 希望你们都找到自己想要的 属于你们自己的幸福生活